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史 进入空气西伯地带 这本书被誉为 登山者的圣经 它记录了朱姆朗玛峰历史上 最大的一场山难 1996年5月 四支朱峰登山队 共有12人遇难 本书作者乔恩·克拉考尔 恰好是其中一支登山队的队员 回顾这次经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爬朱峰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错误 乔恩是个典型的登山狂 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活着 就是为了登山 为了凑够登山的费用 他当过木工渔夫 后来他将登山和写作 这两个爱好相结合 当了记者 专门报道户外运动 他的著作《荒野生存》 长距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 打两年以上 也为他赢得了杰出探险类作家的美誉 乔恩征服过很多危险的高山 但是和很多登山者一样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一直是他想要征服的目标 1996年 当乔恩收到一家杂志的委托 请他作为特约记者 跟随一支商业登山队 攀登朱峰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即将经历朱峰史上最大的一场山难 在这本《进入空气西伯地带》当中 乔恩以参与者的视角 还原了山难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 他深入剖析了 被商业公司承包的 朱峰登山项目 以及这背后存在的重重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那场山难 夺走了十二条生命 《进入空气西伯地带》 在1997年出版之后 迅速登上了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此后有获得多个重磅奖项 包括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图书 普利策奖非虚构类奖 很多登山者把它誉为必读的圣经 书中对商业登山的反思 至今仍然具有警示意义 这场山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朱峰如何被商业公司承包 自大又无知的人 在大自然面前又是如何不堪一击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乔恩的脚步 进入空气西伯的朱峰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爬朱峰无异于自杀 从1921年英国人首次尝试攀登朱峰 到1996年乔恩攀登朱峰的75年间 朱峰共夺去了130人的生命 差不多每四个到达峰顶的登山者中 就有一个死亡 冰川裂熙 雪崩 零下七八十度的低温 每一个都是致命杀手 但是在朱峰顶上 最致命的问题是缺氧 那儿的氧气含量 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减压舱里的实验证明 如果把人从海平面 猛然拉到朱峰峰顶 人会在几分钟之内失去知觉 并且很快死亡 因此 登山者必须慢慢爬 让身体逐渐适应 此外 在缺氧的环境下 大脑会变得迟钝 失去判断力 错走一步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因此 在朱峰攀登的早期 那里是登山精英的天地 只有这个世界上身体最强壮 攀爬水平最高的人 才有资格登上峰顶 但是随着攀登经验的成熟 以及登山设备的发展 商业登山公司出现了 改变了朱峰原来的登山格局 这些公司就像是保姆一样 为资质平平的登山者提供向导 背肤 食物 以及瓶装氧气 提前布好路绳 提供高海拔适应培训 登山者只需要支付巨额费用 有足够的体力和毅力向上爬就能够登顶 上世纪八十年代 登山界一度很鄙夷珠峰 把它叫做矿渣堆 意思是这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性的山峰 1985年发生的一件事 更是加深了偏见 一个五十岁的美国人 没什么登山经验 却在一位出色的向导带领下 登上了珠峰顶 这下好了 成群的业余登山者涌上珠峰 就拿作者乔温 1996年春天爬珠峰的那会儿来说 共有三十支登山队 蜂拥至珠峰两侧 至少十支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登山队 其中就包括了乔温的队伍 1996年3月 乔温菲底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这支队伍还有另外七名队友 领队霍尔是本书最重要的角色 霍尔35岁 是个新西兰人 18岁时就爬上了喜马拉雅山脉海拔 6800多米的高山 28岁时以领队身份带领探险队 登上珠峰峰顶 职业登山家一般都是依靠赞助商 来支付登山费用的 精明的霍尔明白 这并非长久之计 因为想要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 登山者必须加大赌注 下一次的登山计划 必须比上一次的更有难度 更有吸引力 这就好比是上锦的发条 终于有一天 他会死在更高难度的登山路上 于是他转行做了高山向导 成立了一家公司 名叫冒险顾问 业务就是帮助顾客爬上珠峰 来赚取巨额报酬 霍尔的业绩非常棒 1990年到1995年间 他将39名顾客送上了珠峰峰顶 成功系数相当之高 可以说只要不差钱 冒险顾问公司就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霍尔收取的报酬也十分可观 每个人6.5万美元 这在当时相当于是西雅图 一套房屋的抵押贷款 这还不包括了 往返尼泊尔的机票钱 以及个人装备的费用 本书当中另一位重要角色 则是霍尔的竞争对手 名字叫做费希尔 他与霍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 费希尔40岁 性格外向 他14岁时 偶然被一个登山电视节目吸引 于是报名参加了野外训练课程 高中毕业后便做了户外教员 从此踏入了登山职业 一位著名的登山家对他的评价是 费希尔可以让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极限 费希尔渴望成功 渴望得到登山界的认可 也渴望财富 但是高山向导这个工作使得他经常离家 夫妻关系紧张 家庭经济也出现了问题 看到霍尔发了财 费希尔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转而开始做珠峰的生意 开了一家公司叫做疯狂山峰 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赶上霍尔 就能够挣大笔大笔的钱 1996年春天 费希尔也带领了一支队伍来到珠峰脚下 霍尔和费希尔这两支队伍是1996年春季登山队里规模最大的两支 两队各有八名顾客 一名领队 两个向导 以及十二三个后勤人员 这些后勤人员负责医疗 往山上运送物资等等的工作 队伍里的顾客 绝大多数是医生 商人 企业高管 这些高收入人士 他们有钱 有闲 但是水平业余 因为家庭和事业的限制 他们很少有时间进行野外攀登训练 虽然说看上去很强壮 但是那只不过是跑步机上锻炼的成果 有些人的登山和攀兵经验几乎为零 例如在珠峰大本营训练时 有三个人拿出的高山靴是崭新的 他们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不要穿新鞋 这是最基础的户外常识 况且高山靴比普通鞋子还要坚硬 这没有穿跟脚之前呢 会很容易把脚给磨伤 另一位47岁的日本女性 南波康子 是东京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管 竟然不怎么会用冰爪 这种高海拔登山必备的器械 向导是不得不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训练他掌握基本的攀兵技巧 有钱人要多自打有多自打 但是对于那时的霍尔和费希尔来说 这些业余人士就是金主啊 哪怕有些人完全不适合来爬珠峰 他们也不愿意放过 霍尔的队伍当中 有一个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 叫做汉森 他曾经随霍尔爬过一次珠峰 但是快到山顶的时候 因为安全问题被迫下撤 从此他天天都在想着再回珠峰 然而那一次登山让汉森严重动伤了脚 造成大脚趾的残缺和永久性血流不畅 这次登山队出发前 他又刚做了一个喉部手术 气管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 这种身体状态完全不应该爬珠峰 但是霍尔还是不停地劝汉森再试一次 还有一些顾客 爬珠峰就是为了出风头 费西尔的队伍当中有一个女百万富翁 名字叫做皮特曼 她热衷于抛头露面 曾声称自己要成为第一个爬遍七大洲最高峰的美国女性 在登山途中 每天都有专人为她卷睡袋 通过特快专递 将最新出版的时尚杂志送到大本营 她带的行李多到像是在搬家 包括两台笔记本电脑 四个相机 两台打字机等等 因为要在珠峰上过复活节 她还带了四只裹着巧克力的彩蛋 显然呢 只要你有钱 即便在珠峰上 也能够维持体面奢侈的生活 这种行为为职业登山家所不止 但是对于商业登山公司来说 顾客就是上帝 即便是皮特曼这些不合时宜的要求 他们也会尽力满足 更何况 皮特曼此行的另一个身份 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网络记者 只要能够把他送上封顶 就意味着 整个美国都会知道费希尔的大名 就是这样 顾客们的虚荣心 加上登山公司对盈利的追逐 把这些无论是体力还是经验 都远远不够的人们 源源不断地送上世界最高峰 刚才我说过 如果用飞机将一个人从海平面 送到珠峰峰顶 海拔八千八百多米的地方 这个人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 那么登山者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的呢 一个词 适应 根据霍尔果的安排 首先登山队从加德满都城小飞机 到海拔二千八百米的卢卡拉 卢卡拉位于尼泊尔东部 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门户 这个海拔对人没有任何影响 接着登山队在从卢卡拉 徒步到海拔五千三百六十米的珠峰大本营 用十八天 大本营的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 但队员们在缓慢上升的过程当中 会逐步适应稀薄的空气 最后从大本营到珠峰需要约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适应训练 从大本营到峰顶之间 每隔六百米高度设有一个简陋的营地 队员们从一号营地开始 逐步上升到海拔七千九百米的四号营地 等身体充分适应 最后一天携带氧气瓶冲顶 1996年5月9日晚 珠峰上一直刮着的大风停了 这简直是冲顶的绝佳天气 霍尔的队伍向珠峰顶发起冲击 费希尔的队伍也上去了 霍尔自信地认为 这个办法已经成功地将39个人送上峰顶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乔恩作为一名记者 敏锐地发现了很多霍尔可能没有发现 或者不以为然的隐患 第一个问题有关安全保障 乔恩发现在珠峰上 自己绳子的那一头连着的不是队友 而是提前挂在冰上的固定绳 这和职业登山家的操作正好相反 职业登山家更习惯和队友用绳子连在一起 这样一旦发生意外 另一个人必然会拼上性命相救 反之亦然 但是呢 在商业登山队伍当中 这显然不可能 一是因为所有人都是陌生人 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生死与共的信任感 谁会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财人是不到一个月的人呢 二是队员水平良有不齐 无法用同样的节奏攀登 如此一来 所有人的性命都托付给了固定绳 那么如果固定绳出现问题了呢 事实上 在冲顶的关键时刻 队伍就遭遇了这个致命问题 关于固定绳 职业登山家是要自己动手布绳的 但是在商业登山队 你是不可能指望金主们自己动手布绳的 所以每年霍尔和其他商业领队会商量好 提前把绳子固定在岩石或冰上 这样顾客们只需要沿着不好的绳子向上爬便是了 在五月十日冲顶当天 由于领队们没有提前协调好 海拔八千米以上有两处路段都没有实现固定好路绳 登山者只能够挤在路上等路绳铺好 事后来看 在这两段路上耽误的近两个小时 直接导致有些人下山太晚 遭遇暴风雪 死伤惨重 第二个问题则出在了巷岛身上 固定路绳的人哪去了呢 其中一个负责人叫做洛桑 是费西尔队的巷岛 他本该爬在队伍的最前面 提早不省 但是呢 冲顶当天 他却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 他的身体状况糟透了 原来就在前一天下午 他为了帮队员皮特曼 也就是那个女富豪 把14公斤重的卫星电话 搬到4号营地 耗费了大量体能 而电话在这种地方啊 几乎用不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 洛桑已经很虚弱了 还用绳子绑在自己的身上 拖着皮特曼向上盘登 这一行为非常危险 为什么洛桑要这么干呢 有一个解释是 洛桑是费西尔的好朋友 他明白 女富豪皮特曼 对费西尔有多么的重要 费西尔曾经问过别人 如果我能够设法 将皮特曼送到山顶 我打赌 他一定会出现在电视上 你认为他炫耀的时候 会提到我吗 另外一个严重失职的向导 叫做布克瑞夫 也是费西尔对的 他曾经两次无氧登顶珠峰 体能超强 他在冲顶当天没有携带氧气 这非常不负责任 因为无氧攀登的要诀是快 一旦停留时间过长 便会因为缺氧 对身体造成巨大损害 大脑也很容易失去判断力 这就意味着布克瑞夫 无法尽一个向导的职责 去帮助他的顾客 此外 向导的背包当中 应该装有登山绳 急救用品等应急用品 而这些布克瑞夫全都没带 事实上 那天布克瑞夫 以很快的速度 先与其他人下山回到营地 把他的顾客 丢在了暴风雪当中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最为致命的问题 便是领队在关门时间上的失误 珠峰的天气有一个规律 一过中午就变天 小峰变大峰 甚至会出现暴风雪 因此 向导会对每一位冲顶队员 反复强调关门时间 一到这个时间 不管你爬到了什么地方 离山顶有多近 都必须转身下山 关门时间通常不超过下午两点 但是在冲顶当天 霍尔迟迟没有宣布关门时间 乔恩是在下午一点多登顶的 他在山顶时发现 云雾已经开始笼罩整个山谷 这预示着下午将会有暴风雪 但是其他顾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 仍在继续向上爬 多数人在关门时间之后才到达山顶 而那个身体不好的汉森 直到下午四点才爬到了山顶附近 对于像汉森这样的登山者 如果天气路况等外在条件一切顺利 在商业公司的保姆市服务下 他们是有可能活着下山的 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再加上之前我所讲到的种种问题 最终断送了五个人的生命 先来说难波康子 康子是一位身材矮小的日本女性 从书中对她的描述来看 她的体力是不足以登顶的 在距离珠峰顶端高度一百米的地方 有一块高十二米近乎垂直的岩石 这是珠峰一道知名的险观 叫希拉里台阶 作者乔温下山时 曾看到康子在那儿 花了十五分钟却爬不上去 他太疲惫了 力不从心呢 最终还是后面的人用手 托住了他的屁股 把他送了上去 康子下午两点之后到达了顶峰 他下山的时候 他所在的霍尔队的向导 都还在顶峰等其他队员 正巧他被费希尔队的向导贝德曼发现 于是贝德曼带上康子 一起下山 贝德曼是一位关键的英雄人物 他是费希尔队的初级向导 负有责任心 按照计划 他要在山顶和老板费希尔相会 再下山 但是他在山顶一直等到了下午三点多 这已经超过了常规的关门时间 一个多小时了 仍然是没有见到费希尔 此时浓云和降雪拢聚而来 有的队员已经不行了 比如那位招摇的富豪皮特曼女士 她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必须靠贝德曼抓着她的安全带 才能下山 于是贝德曼没有继续等 自己带着队员们下山了 他们沿途看见了霍尔队的康子等人 每个人的状态都很糟糕 几乎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 下降到四号营地 在贝德曼的带领下 他们结成了一支11人的小分队 小分队本可以安全抵达四号营地 可是就在他们距离营地 只有15分钟路程的时候 暴风雪突然演变成强飓风 使得能见度不足6米 如果说他们早一点下山 或者飓风晚半个小时再来 这些人都能够平安地回到营地 喝口热茶 然后安心地睡个觉 但是现实确实 他们在暴风雪当中完全迷失了方向 为了逃离风口 小分队不知不觉迷路了 在海拔8000多米的雪液里 气温降至零下73度 此时他们的氧气用光了 每个人都处于体能崩溃的边缘 有的人连眼睛都被冻住了 他们不得不相互击打拳头来保持体温 作为唯一的向导 贝德曼拯救了他们 他最终推断出了四号营地的位置 并且带着五个还具有行动能力的男人回去 寻找救援 留下另一个男队员 照顾其余四个已经无法自理的人 其中就包括康子 等到第二天救援人员到来时 康子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 他的右手骨头都冻在了一起 救援人员每次只能够带走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不得不做出残忍 但是又符合现实的选择 谁生还希望大就先救谁 就这样 康子被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冰雪之中 事实上 后来还有救援人员去寻找康子的尸体 意外发现被冰雪掩埋的康子居然还有呼吸 但是救援者们商量之后决定 留下康子在这里死去 因为即使能够抬回大本营 他也活不了了 而且现在还有其他人需要救助 应该先保障更有生还可能的人 康子的遇难成为了整个日本的头条新闻 队员遇险 此时两个领队霍尔和费西尔又在哪呢 霍尔是在十号下午两点多到达顶峰的 按照他的水平 即便是超过了关门时间 下山遭遇暴风雪 生存几率也是大大的高于旁人 更何况 他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下山 也许还能够带康子活着回去 但是他选择留在山顶 等待汉森 在一年前的同一天 下午两点半 霍尔要求距离山顶只有百米的汉森立即返回 但是这一次 霍尔太渴望让汉森登顶了 哪怕汉森几次想要退出 就在冲顶当天还差点转身返程 但霍尔都劝阻了他 下午四点 汉森才爬到山顶附近 据生还的目击者回忆 霍尔让汉森搂住自己的脖子 帮助他爬完了到达山顶的最后十二米 然后开始下山 不过 刚刚登顶珠峰的汉森 实际上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 以及氧气 在刚刚要下山的时候 便一头栽倒在地 下午四点半 霍尔两次通过对讲机 报告自己和汉森在山顶附近 遇到麻烦 急需氧气 霍尔队伍当中的一位向导 哈里斯 已经在下山途中了 听到了霍尔的呼救之后 他带着氧气瓶转身 缓慢地向山顶攀登 之后发生的事情 人们只能够根据霍尔 时段时序的对讲机内容来推测了 哈里斯将两瓶氧气送给了霍尔 但是由于面罩上的流量调节法被冰堵住 他们无法吸到氧气 而霍尔由于缺氧意识模糊 并不知道哈里斯是何时离开的 还一个劲地在对讲机当中 追问哈里斯是否回去了 哈里斯最后去了哪儿 谁也不知道 人们只能够根据经验推测 哈里斯送完了氧气瓶 在回程途中失踪在了暴风雪中 曾有人通过对讲机 劝说霍尔放弃汉森 但霍尔拒绝了 结果就是在长时间缺氧 以及低温的环境当中 霍尔的腿和手被冻伤 无法移动 意识也越发模糊 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山顶附近熬过了一夜的他 在第二天凌晨通过对讲机 告诉人们 汉森死了 然而 此时的霍尔虽然说没有了汉森的拖累 也再无能力下山了 而且 在没有遮蔽和氧气的情况下 霍尔竟然能够在海拔 八千七百五十米 气温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 活过一夜 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第二天 也就是五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半 有人带着热茶和氧气 试图上山营救霍尔 但风非常大 他们爬了五个多小时 在距离霍尔只有二百一十米的地方 实在顶不住了 转身下山 霍尔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下午六点多 人们为霍尔联系上了他远在新西兰的妻子 在对讲机当中 霍尔对妻子说的最后一番话是 我爱你 睡个好觉 宝贝 别太担心了 这也是霍尔留给世界的最后几句话 十二天之后 其他登山者发现了霍尔的尸体 他被埋在一个血堆下面 霍尔的这个失误 也断送了汉森和哈里斯的生命 相比霍尔 费希尔的情况更加糟糕 他直到十号下午快四点的时候 才登上顶峰 当天爬山的过程当中 好几个人都发现 费希尔异常虚弱 包括作者乔温 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帮助他 因为在顾客们看来 费希尔身体强壮 无所不能 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 直到下午六点 费希尔才告诉别人 自己病得很重 下不去了 需要救援 根据乔温的分析 费希尔在登顶之前 就过度消耗了体力 费希尔队伍当中 有人曾意外遇险 为了救援 费希尔跑上跑下 身心俱疲 而他队伍的向导 在这件事上 却没有给他帮过什么忙 最终 由于暴风雪 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们断定奄奄一息的费希尔 已经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就像放弃康子一样 他们也放弃了费希尔 于是费希尔死在了海拔 八千二百九十米的山脊上 当乔温和生还的队员 从四号营地下撤时 他们满怀悲伤 几天前还一起冲顶的两队人 如今有五个人死在了山上 其中霍尔队四个 分别是领队霍尔 向导哈里斯 队员南波康子和汉森 费希尔队则是领队费希尔本人 而早在冲顶之前 费希尔队还有一个后勤人员 也因为意外死亡 还有几个队员虽然说死里逃生 但是受伤严重 他们的后半身因为珠峰 而永远地改变了 例如乔温的一个队友 维瑟斯是一位医生 他的右臂手肘以下部位全部截肢 鼻子也被切掉了 但悲剧仍在继续 他们之后 还有来自印度和日本的队伍 向上攀登 当然他们也遭遇了暴风雪 几个印度人丧生 在他们死之前 日本登山者从他们的身边经过 发现了处于死亡边缘的印度人 但是日本人没说一句话 也没有给他们水 食物或者氧气 后来接受采访时 日本人解释 我们已经累得无力帮助他人了 在八千多米的山峰上 人是无法顾及道德的 1996年5月 珠峰共夺去了12条生命 这是人类首次登上珠峰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登山计 因此被称为珠峰登山史上的最大山难 其实在这之前 很多人就相信这样的悲剧迟早会发生 毕竟越来越多的不够格的登山者 正涌向珠峰 我在前面也讲了很多商业登山队犯的错误 比如没有提前布置登山绳 没有设定关门时间 也没有强制执行 问题是 为什么像霍尔和费西尔这样的 经验丰富的登山家 会犯下这些低级失误呢 乔恩认为 这和他们之间的竞争有关 费西尔渴望成功和财富 这是他第一次带队登上珠峰 他承受着能否一炮而红的巨大压力 所以像皮特曼那样的社会名流 哪怕背也要把他给背上去 而对于霍尔来说呢 费西尔一旦成功 很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市场 除此之外 他们还面临着很多外部压力 前面说过 很多顾客的身体条件和登山经验 根本就不足以让他们登顶 但他们交着一大笔钱 就是为了站在珠峰峰顶 之前有案例 有顾客因为没能登顶 而将向导告上法庭 可以说 在高山向导这一行业当中 能否将顾客成功地送上封顶 是生意的命脉 作者乔温 很可能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 这起山难过后 霍尔的一位顾客 在接受采访时说 有乔温这样的记者随行 在无形之中 会给霍尔增加很多压力 他说 霍尔一定希望 以完美的姿态 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当然 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 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清理这次山难的乔温提醒 必须记住一点 在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地方 不可能有清醒的意识 归根结底 攀登珠峰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在夺取霍尔和费希尔的生命之前 珠峰已经摧毁过 许多顶级登山家的生命 尽管商业登山公司 会吹嘘自己的系统 多么安全完美 但实际上 再强悍的保障系统 在珠峰的面前都不堪一击 毕竟那可是珠穆朗玛峰 但是人是愚蠢而健忘的 历史经验表明 当有机会站上世界屋极时 人会以惊人的速度丧失判断力 有经验的登山家 很早就提醒过人们 珠穆朗玛峰在1996年春季发生的事情 肯定会在下一季重演 举个最现实的例子 就在5月10日 这场山难发生后的两周 仍然有登山者陆续挺向山顶 其中一位是37岁的赫罗德 他是一位技术娴熟的登山者 不知何故 直到下午5点才登上了山顶 之前的山难发生时 他就在4号营地 听过霍尔在无线殿里的绝望呼喊 看到过动商者 如木乃伊一般的一瘸一拐地走过 这次他自己登山时 甚至还经过了费西尔和霍尔的尸体 但人就是这样的健忘 他不顾自己缓慢的步伐 越来越晚的时间 继续走向山顶 下午5点15分 大本营最后一次通过无线电 与赫罗德联络 在那之后 便永久地失去了他的消息 他是那一年登山季 逝去的第12条生命 好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